中国男足4比0提蒙缅甸 最大功臣竟是他 谁注意杨克维奇赛后放豪言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志 北京时间6月16日晚 中国男足迎来了和缅甸男足的热身友谊赛 这也是中国男足时隔两年多 再次回到自己的主场进行比赛 同时也是杨克维奇上任主教练之后 在自己主场的首秀 不出大家意料 最终也是中国男足4比0大胜了缅甸男足 纵观本场比赛 其实男足的表现非常的精彩 在赛前杨克维奇面对媒体就表示 国足在进攻端训练了很多 特别是在突破进球这方面 所以今天晚上的比赛 观赏性也是比较的强 比赛来到第29分钟 张林凡打进了本场比赛的首帝进球 也是激起了球员们的激情 几分钟之后 在第35分钟 林朗明再次进球为国足扩大优势 此时此刻作为缅甸男足已经乱了阵脚 在经过中场休息之后 下半场国足仍然保持着高昂的状态 在进攻端表现得非常强势 但是有两立进球被VAR取消作废 但是丝毫不影响中国队的气势 在第75分钟和第81分钟时 吴磊没开二度用两立进球 彻底击破了缅甸男足反攻的气势 最终也是4比0击败了对手 纵观本场比赛 吴磊用两立进球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无疑他是本场比赛的最大功臣 不得不说吴磊通过刘扬 对自己个人的实力 其声确实很多 通过本场比赛的赢球 也提升了整支球队的自信心 赛后杨可维奇接受媒体采访 首先对现场知识球队的球迷 表示感谢 并且着重提到通过本场比赛 发现很多细节以及缺点 需要改正 并且霸气表态放出好言 在三天之后对阵巴勒斯坦 对男足的时候 一定要表现出进步 他在面对媒体采访时 指出了球队的很多弱点 同时也对球队最后 还能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 给出赞扬 也希望国足能在 杨可维奇的带领下 有一个新的高度 争取在以后的比赛中 打出更多的自信 我们对此这么看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